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市场之后 对于国内的农产品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为了因应挑战 彰化线农会转型成立了全国第一家 由农会集资的贸易公司 将以更专业的方式来推销农产品 卓水溪灌溉出来的优质有机米 分圆风空又香又Q的米粉 半水白又纯天然提炼的沐浴乳和洗洁精 这些都是彰化农产品所发展出来的附属产品 不过在加入WTO世贸组织之后 不但是附属产品 莲花会蔬菜等农产品 都面临到空前巨大的挑战 因此为了因应这一项冲击 彰化线农会特别邀请18家各乡镇的农会 集资转型成立了这家农农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以现有的优势加上专业的经营 希望能够将彰化阅迫的农产品推向国际舞台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各农仪会界的力量 然后做成一个贸易公司 能够把我们彰化县的台湾省的农业精品 像水果蔬菜还有加工品等等 透过我们的农事所的帮忙 海洋厂的帮忙 我们能够落实转型成功 初步规划的进行项目有30多项 希望能够达成产销一元化的目标 台湾新闻带容貌账号报道